陈外希早就消失在主流世界中 但是偶尔会有他的消息 前不久新疆民事件 各大艺人未表明立场 纷纷与相关品牌解约 他不再分口浪尖 却也主动下架了自己的潮牌中相关的元素 甚至解约 在多年来亚裔的反歧视活动中 他总是第一时间为亚裔发声 陈外希已经退出娱乐圈13年 这些年来经营自己的时尚品牌和媒体公司 他年少时刚出道时的青春画面 会出现在怀旧复古的剪辑视频里 轰动一时的不压招事件 不仅令他永远退出了娱乐圈 更是他一生都难以抹去的标签 坏脾气 解傲不逊 得罪人 骂同行 是他离开娱乐圈之后继续的我行我素 这些年娶其生子之后的陈冠希 变成了女儿奴 在政治上积极表达主张 究竟哪一面才是真实的陈冠希呢 香港黄金时代的艺人 大多家里贫苦 历经多重磨难后才得以被世人知晓 可与多数人不同的是 陈冠希出生时家境富裕 陈冠希的父亲陈泽民活跃于香港的娱乐界 是英皇公司的高级董事 旗下有多家演艺及唱片公司 人称九哥 1980年陈冠希在加拿大温哥华出生 在加拿大香港和美国度过童年 10至16岁 他就读香港国际学校 和谢霆锋是同学 但在童年时期的陈冠希 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我没时间陪你 给你钱 要多少 14岁那年 他从报纸上才得知自己的父母已经离婚 我家有太多的秘密 只是我不知道 父母离婚后 陈冠希在温哥华与香港两地来回奔波 尝尽了人气冷暖 自小家庭的破碎与坚勤的缺失 让他走向了叛逆 年少的陈冠希手里从不缺钱 内心却是孤独的 17岁时 陈冠希在纽约生活了一年 18岁时又返回了温哥华 1999年 19岁的陈冠希高中毕业 回到香港投靠父亲 在外吃饭的时候 碰到了成龙的经纪人和吴彦祖 经纪人喊他 过来和吴彦祖合个影吧 陈冠希没有多想 走过去同政治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吴彦祖拍了张合照 也就是这张合照 让他收到了第一份合约 有人让他去拍电影 回到香港后 他便接拍了特警新人类2 同年发布了专辑陈冠希 出道即是走红 在《五剑道2》里 陈冠希饰演卧底刘建民 在黑道与警局之间游刃有余 总是歪嘴一笑 身上有一股桀骜不羁的劲儿 在黄秋生 刘嘉玲 吴振宇等影帝影后面前 他的表演也毫不逊色 那种恰到好说的脾气被他诠释得非常到位 2005年陈冠希与周杰伦一起拍了经典作品 头文字D 讲述了普通男孩成为赛车手的生活 他饰演的高桥梁姐 轻狂帅气 嘴巴里总是叼着一支烟 眼神冷峻 让人至今仍无法忘怀 风轻云淡的傻酷 从不胜从 耐人咀嚼 有人说他皮皮的笑闪亮了很多人 整个学生时代 一年后 陈冠希几乎奉献了自己最好的作品 狗咬狗 他饰演一个具有动物本能的柬埔寨杀手 没有人性 极其凶狠 一改往日的不可一世形象 趴在地上求生存 整部影片 他没有一句国语台词 只有三句太语 意味着他只能靠神情与动作 表达人物的内心 拼借这部狗咬狗 陈冠希早早地入围了东京国际电影节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很难准确找到一个男演员 能演活一个坏男孩 当时看起来 没人能比他更适合娱乐圈 有态度 有作品 有外形 他好像干什么都如鱼得水 但是就在光明的未来呼唤着他的时候 2008年爆出的燕照门事件 关上了人们对于陈冠希的所有幻想 自从2000年左右回到香港之后 陈冠希的身边有一个叫做龙哥的助理 此人是他父亲的司机 龙哥其实是陈冠希的全职保姆 每天喊陈冠希起床 陪他去夜店 两人形影不理 他喊陈冠希老板 陈冠希却说 把他当父亲一样看待 2006年 陈冠希的电脑坏了 让龙哥拿去修理 走之前陈冠希叮嘱龙哥 叮着点 但是龙哥没有把这话放在心上 在电脑维修的时候 出去抽了根烟 他没想到 自己出去的那几分钟 后来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 电脑维修员恢复了之前被删除的大量照片 并进行了拷贝 并在后来与同事分享 随之 最后同事将这些照片上传到了网上 近两年之后 2008年1月28日 陈冠希开始收拾行李 准备去往温哥华陪母亲过年 当天下午 网上爆出了一张 他与女明星的私照 很快 越来越多的照片纷纷被爆出 不法分子甚至将其刻露成光盘售买 一时激起千层浪 陈冠希彻底完了 尽使其中的女明星星途近毁 很多人陷入舆论的漩涡 阿娇的一句 很傻很天真 成为了很久的谈字笑柄 在陈冠希看来 不知事情为何会变成这样 你情我缘的事情 违法的是电脑修理员 自己明明是受害者 却成为了千夫所致 这起轰盾娱乐圈的历史事件 彻底摧毁了意气风发的少年 事发前 她的身边有三四个助理 家里有三四个保姆 几千个朋友围绕在身边 到这一天 人走差量 她什么都没有了 那一年陈冠希28岁 在此之前 她是被期待成为巨星的最佳人选 在此之后 她被冠以烂人称号 彻底的退出了娱乐圈 但是媒体民众并没有放过她 她有一次藏在汽车后备箱 整整15分钟就因为要躲狗仔 差一点窒息 在国外依旧受到了两次死亡的威胁 是要代替正义 送她上天堂 有一次为国内的慈善机构捐款 但慈善机构退回了她的捐款 理由是 只要是你捐的 对我们来说 就是负面新闻 马东在一次节目中也遗憾地说过 陈冠希受到的惩罚 真的已经远远超出了她做的那些事了 是不管如何 只要陈冠希出现在大家的视野 就没有被轻易放过一次 陈冠希没有被放过 但是她却放过了 送电脑去维修的助理龙哥 燕照门事件爆发后 陈冠希去往了洛杉矶 多年后回到香港 还是龙哥来接她送她 龙哥重聘住院 陈冠希得知后 立马回到香港 陪伴在其身边 陈冠希也不是没有想过再进娱乐圈 在燕照门爆发的一年后 她就在接受CNN采放的时候 玩起了文字游戏 说自己送说的 永远退出娱乐圈是无限期 而无限期的意义 这可理解的五分钟 亦可以指两千年 她甚至在2010年 在台北宣布付出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意义 因为即使她出尔反尔 充满勇气 娱乐圈并不要她 没人愿意用她 民众不会 也不想接受 陈冠希此后转而情商 开炒牌店 2016年 罗野邀请陈冠希 参与电影 《风中有多语错的云》 但是几经波折 最终无法过审 在此之前 好莱坞导演 罗伯特·底格斯 计划筹牌电影《铁拳》 找到了陈冠希参演 影片在中国取景 电影制作方被告知 这部电影里 如果有陈冠希 你们就别拍了 最后 底格斯删掉了 与陈冠希相关的所有戏份 也同时不解地问陈冠希 你是不是杀了人 他们的态度好像 你杀人了 不受欢迎的陈冠希 并没有彻底地消失 在公众视野 她还会闹出一些事短 2016年的7月 陈冠希突然在微博上发言 用一连串的英文 怒骂林志玲 在网上掀起了热议 气得与林志玲相识 多年的著名经纪人 邱黎宽 看不下去 痛骂陈冠希 你不要出现在台湾 否则 借你一次 打你一次 而陈冠希之所以 没有风度地骂人 背后的原因据说是 她认为是林志玲 抢了秦淑培的节目 而当时 秦淑培刚成为她的女友 2016年5月 陈冠希与中国模特秦淑培 在香港被拍到 据说当时 已经交往一年 秦淑培的丈夫 华谊兄弟 时尚文化传媒的 总经理赵磊 则表示 他们还未正式离婚 对妻子洪姓出墙 感到非常愤怒 秦淑培则反击 表示早和赵磊 签署了离婚协议 并拿出赵磊出轨的证据 和秦淑培的恋情 一度轰轰烈烈 时常登上头条 就在制瓜群众怀疑 看热闹的氛围中 一年后 秦淑培与陈冠希结婚 并生下了女儿 桀骜不驯的陈冠希 在有了女儿之后 说出了 世界是很昏乱的 我希望带着我的小孩 在这个非常乱的世界里 做一个好爸爸 这样的承诺 有评论说他父爱如山 有评论说他 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2017年 37岁的陈冠希 在纽约大学演讲 分享自己的设计心得 陈冠希 没有手稿 没有提纲 为中国制造证明 Everything I've been doing I've been trying to be made in China creatively designed in China everything is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People ask me Hey what are you? I'm actually born in Canada but I tell people I'm Chinese because you can't deny the fact that I'm Chinese Look at me I mean so I say I'm born in Canada but I'm Chinese 所以当人们认为我说 made in China 或是我们在中国 而这会给他们 一个坏的严谨 我必须非常清楚 我做的事情 和我说的 所以如果有人 从一个国家的级级 看我们的产品 或看我们的創作 或看我们的想法 我们可以很高兴 说这个是 made in China 现在如果问大众 对好男人的定义是什么 一般人都会回答 赚钱养家 爱老婆 陪孩子 如果对照这个标准 陈冠希绝对都符合吧 但是相信没有人会认同 陈冠希是一个好男人 距离2008年 已经过去了13年 陈冠希可能永远 都得不到原谅 2018年 陈冠希在北京 一个艺术展馆 打起了玻璃坊 在里面生活了三天三夜 把自己的美食 每个工人参观 这场行为艺术的名称 叫做 我的拉和吃都在这 展览的名字 听起来刺耳 这场行为艺术的主题 被陈冠希写在墙上 你们看着我的时候 我也在看着你们 同年 陈冠希的潮牌 在纽约进行了时装大秀 形形色色的年轻模特中 有一位五六十岁的老人 紧皱眉头走上梯台 他就是当年 那个把电脑送修的龙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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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